好,我們來看一下PNG這個檔案格式 請問各位平常用的圖片格式 大部分都是用JPG對不對 JPG是最好的嗎? 老實講不太是最好的 因為它是有壓縮的 而且是屬於破壞性的壓縮 所以你每次存檔的時候 他就會問你要壓縮多少 即使你壓縮百分之百 還是有壓縮 所以這種檔案的缺點就是你一直存 打開又一直存一直存 檔案就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越來越差 那大部分呢 現在其實會比較建議各位可以用PNG PNG這種格式 PNG這種格式 其實本來它的用意是要來取代GIF跟JPG的 那後來沒辦法 所以就變成自己一個格式 不過呢 早期並不流行 不是這個技術太晚出來 而是IE6不支援 因為SP時代就IE6嘛 所以很多人是不是都用IE6 對不對 那好不過撐過了 現在IE7、IE8、IE9、IE10都出來了 從IE7以後呢 IE就支援這個 可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像Firefast或Google的流感器 人家一伸出來就支援 哈哈 跟IE不一樣 所以 為什麼說一定要用這種格式比較好 因為 PNG呢 它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帶透明度 我們知道GIF也可以帶透明 但是它只能設一個顏色的透明 那PNG呢 最多可以256種 也就是說 你可以有 像我們剛剛的 陰影 或者是漸層的半透明 都可以做得到 而且這個 這種格式 不只是用在網頁上 你用在簡報裡面 用在其他的 都很好 我相信各位有看過那個 蘋果那個作業系統 有沒有發現 人家介面就是 感覺起來就是比較漂亮 你會發現他們的圖用的都是PNG 就是32萬元的那種全彩的 效果比較好 透明度比較好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來試看看 比如說我在Photocab這邊 Photocab 假設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 也可以直接用 沒有關係 我先單純一點 我就加字 加字就好了 好 你看點了之後 右手邊 是不是有一些文字的樣式 給你選 對不對 好 看你要哪一種 如果說你想要 我看一下 好 好 這種文字 好了 有加外框的 你把它點一下 好 字進來了 新版本的話呢 打字 可以直接在上面 這個屬性列就完成 就是 直接在上面就解決了 以前都是有一個對要方塊跳出來 好 對要方塊跳出來 好 那我在這裡 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打完了 OK 那這裡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好 這樣OK 那如果你要加一個陰影的話 怎麼辦 陰影在上面沒有 你就要知道 打開這個 或者在物件上 多多兩下都可以 好 你找到右手邊 這裡就有看到一個叫陰影 打個勾 好 這樣就解決了 有沒有 陰影跑出來的 當然那個距離 你可以再去調整 那個沒有關係 好 我們在這邊 順便講一下 在下面這邊 或者右手邊 你會看到 在右手邊 這裡有一個叫影像物件 或者 新版本 你也都可以從下面去找 我們剛剛是不是都在瀏覽照片 有沒有看到影像物件 跟向量物件 等於它送你的圖庫 送你的圖庫 你也可以從這邊抓進來 來 我從影像物件抓 這個好了 來 好 我把它稍微調小一點點 假設我擺這樣 再下來一點 OK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我們右手邊 右手邊 Photocab的一個很大好處 就是它有什麼 塗層的概念 它有塗層的概念 跟我們一般那種軟體 影像塗層的概念 是一樣的 所以右手邊就有它的塗層 萬一你覺得說 這個我現在 影像去壓到字的 你可以用拖曳的方式 調整塗層進去 我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按著往上拉 它會出現這個紅色的線 放開 好 你看這個時候 也沒有變成字在上面 對不對 好 OK 假設我就這樣子 那像這個向量物件也是一樣 這邊也有 好 那但是這樣子呢 如果你直接拿出去 很抱歉 有沒有帶一個底的顏色 那就白的 所以 要麻煩各位 你看一下我們這裡 這裡 在右手邊這邊 你會發現 這裡有一個叫做什麼 底層 對不對 這個你把眼睛關掉就好了 你要讓它變透明 就把眼睛關掉 好 把這個眼睛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底圖不一樣 你看到這個就知道說 它這個變成 賽車格就是變成透明的 好 現在沒問題了 你處理完之後 你就可以拿 我們把它存檔 好 存檔 那存檔的時候呢 請注意一下喔 這裡有幾種格式 這裡有幾種格式 你看到那個 Photocab工作檔 工作檔 就是它的原始檔 我們都蠻鼓勵各位 所以把它原始檔留下來 為什麼 以後這些字這些土 這些位置都會改 你如果不是存成這個 上面這些 就是所有塗層都合併了 就不能再改 好 那所以你原始檔先留著 然後呢 再把它存成PNG 好 再把它存成PNG 那麼存PNG的時候 它這裡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所謂的 位元格式設定 位元格式設定 因為你已經把底圖關掉 所以它會變成32位元 32位元 代表說它有8位元 24位元 是儲存影像 8位元 2的8四方 就256種的透明度 另外儲存下來 如果你儲存的是 8位元遮罩的這種 就等於是GIF 也就是2的8四方的 所以它也有256色的 好 那我就直接存下來 然後我們來試看看 好 看一下我把它存在 好 暫存去 OK 我把它蓋掉好了 好 存完了 我們現在拿到簡報裡面 或者是 那個文件裡面 來給各位看一下 你就會用標準的齁 插入圖片 從檔案 好 找到這一個 有沒有發現 陰影還是一樣是陰影 對不對 所以其實PNG 最大的好處就在於說 它具有透明度 那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尤其各位 比如說你在做簡報的時候 我們那些圖檔 就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帶進來 那這樣處理起來 會比較漂亮 會比較漂亮 這是在 PNG的格式的部分 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最主要 如果你假設你用的是Photocab 很重要 就是記得要把底層 眼睛關掉 你沒有關掉 那個就會帶一個白色出去 好 你這樣的話就會 画外面的 börjar 例如會